三喜 阿姨肚子里面有个小宝宝 你摸一摸 你之前和他的弟弟视频过的吗 你就说你要把弟弟带走 说你要去养弟弟 他肯定不记得 那个时候都好小 那时候才两岁多 去摸一摸吗 勇敢的去摸一摸 不好叫不 他有点害怕 他估计他知道里面住的一个小朋友 然后会会觉得伤害到他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害怕 是不是 不是 我就是 你告诉我为什么 怕他受伤吗 你是怕摸他他会受伤是吧 他不会的 他坚强的很 勇敢的很 你那个老公算不算全职办法了 我觉得 他不算 不算他要上班 我这段时间就在当全职爸爸 然后每天会想办法去解决他的 各种问题 但是三喜也其实还挺乖的 是 那你会觉得生了二胎的话 你会觉得他怎么去平衡 平衡他们 我觉得还是要把关注放在老大身上 因为老大他是能感知到你对他爱 我觉得只有对他爱够了 然后他才会去爱弟弟或者妹妹 因为爱无极无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你很难去平衡 因为不管你是故意去关注 比如说你故意关注老大的话 老二会有感觉 因为你想一下我家里这么多猫猫狗狗 是我们家也有猫猫狗狗 对就算是猫猫狗狗 你也会不自觉的我更喜欢这只一些 对这只稍微他调皮一些 我觉得会稍微什么一点 爱这个东西和钱和物资的东西 可以衡量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感觉没办法去平均地分给他们 所以我们就挺害怕的 一直对二胎感觉